大家慢慢會發現中華文化是不給任何人壓力的 沒有壓力 我們現在是學的西方 我們才增加很多壓力 本來我們是一點壓力都沒有 老實講我在國外很多外國人對中文不了解 常常問我很多問題 第一個問我們 你們沒有禮拜天 沒有禮拜六 一個禮拜七天都工作 對不對 我說是 他這樣不會累嗎 我說還好啦 他說哪有這種事情 我們一個禮拜工作五天都累得要十年 工作七天不累的 那你明天是偷懶 我說我們很認真 他說那更不可能 中國人不管是認真 但是雖是可以稍冷槓的 稍冷槓的路由你認真什麼 你這樣去想 如果我們自己都進退 自己自如的 你一現實了 他精神就緊張起來了 我們現在是不會用 我當主管 我跟我的部署是很容易相處 為什麼 我給他很大盤信 當我要叫他寫一個報告的時候 我會告訴他 我這個報告要給誰看的 我這個報告是要寫幾個字 你一寫完就放我桌子上就好 你不要找我 因為你不容易找到我 你看一二三都解決了 我說沒有 給我寫個報告 回去寫了一千三百個字 你氣死了 你寫那麼多幹什麼 然後嚇死他就知道要寫短一點 寫三百個字 你寫三百個字 我怎麼去跟你講呢 你就完了 我們常常很多事情做完去找主管 根本就找不到 我跟我部署講很簡單 我人不在 桌子在吧 你就放桌子上就好了 你找我幹什麼 我們都是要點沒有抓住 一二三 就是說你要清清楚楚的把重點跟他抓牢 而不是說我想到我就做 我沒想到我就不做 那是不可以的